7月1日回歸16週年,也是梁振英上任一週年 當日有人慶祝,也有人抗議 在7月1日前夕,梁振英與議員共進五宴,遇上抗議 梁國雄和陳偉業的五宴戲客戴上道具,希望梁振英下台 連近期表現越來越激的梁國威都戴上道具,希望梁振英辭職,落實源頭減費 那泛民議員就輪流上前,梁振英就一路都坐定定,笑笑口 正是另歪臉,避免與這些示威議員有眼神交流 但反而看回教育局局長吳克劍,看起來就有點不高興 梁振英在演藝學院的畢業上,都同樣遇上示威 她的民望女創新低,有些這樣的情況,相信她都心中有數 不過無論是左中右的人士都覺得,梁振英可以作為不亂,保持笑容是相當厲害的 作為涼粉的民建聯蔣麗雲,在開飯前看到梁振英就主動上前慰問 我們打聽到,蔣麗雲和梁振英說,覺得這班學生的做法不對 還相信他們大過後想起這件事,可能會後悔 梁振英就反過來和蔣麗雲說,其實示威的學生只是少數 大部分上台的學生都是正正經經的 還說,完成典禮之後看到學校的代表,表情都是相當尷尬的 不過有建制派人士就私底下跟我們說,今年七一遊行的人數有可能不多嗎? 埃莫大於心死,既然反雲罰術,不如將時間花在其他事上 就像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,她就在飯局上乘機向同台的工黨李卓人 就堆填她的擴建撥款拉票,表明她會領導一個跨部門小組處理源頭減費回收等問題 不過李卓人就說,林鄭月娥無法交代具體資源和執行時間表,所以先聽著吧